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给学生 老师来做这些生意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河北实验庄 然后做计算机的销售相当于是 然后后来又去北京工作 在加拿大之前在中国 基本上都是和IT相关的 电脑相关的 一共工作了多少年在中国 在中国我来这儿是2004年底来的 相当于是1998年开始工作 相当于是干了6年 干了6年 对 所以最后一旦是在中国北京 我就是在北京那边做过程序员 什么系统管理员 然后后来在来之前 是在北京开了一个电脑公司 然后就看很多周边的同事 很多申请什么移民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新西兰 当时也就申请了一个 没做好准备 那是为什么来到加拿大呢 当时申请了一个签证 他就批了 半年就批了 批了之后就想没做好准备 那就把它当作旅游签证去看一眼吧 所以就来到温哥华来旅游了 当时就决定了 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来看一看 结果看了之后呢 就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震撼 然后呢 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所以就决定移民来温哥华 当时有个小插曲呢 就是说当时决定移民温哥华呢 就是觉得很漂亮 很美好 然后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呢 还在想 我看的全都是美好 作为一个游客看的都是漂亮的地方 那我想看看坏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在哪 所以呢 我就问当地人说 温哥华不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人们就告诉我说 唐人街附近呢 这个黑斯汀这个街上呢 当时呢 我就去看了一下 然后花了几个小时在那购物啊 然后转了转 走在大街上 感觉 哎 也没啥呀 也可以接受啊 但是这是2004年 所以呢 我在看了最坏的地方 最差的地方 当时觉得可以接受 就最终决定移民温哥华了 这是2004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2018年 我上次参选的时候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我其实都没有去过唐人街购物 然后最开始几年 我其实都是去的 那边买东西啊 购物啊 但是后来那几年就不去了 原因非常简单 越搞越差 越搞越差 就是唐人街那块 黑星上面 我甚至后来 连开车都不想经过那个地方 因为流浪汉啊 吸毒的人太多了 所以这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无法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我2018年站出来参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您说第一次登陆温哥华的时候感觉很震撼 很美 那这个就是指的风景方面吗 当然风景是很美 这个是无可置疑的 更多的是人轮方面的 比如说哈 我几个震撼的事 第一个震撼的事呢 就是说我走在大街上 然后呢 很多人冲我微笑 给我说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Hello 为什么 有病吗 你要卖东西给我吗 你过去跟我们这么热情 你想干啥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后来发现 哦 他们是很有善 他们是对人好 所以呢 我就也慢慢学会了 见到陌生人 我也说过 Hello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给他们打个招呼 为什么不呢 我们又没缘没仇 这么一个美丽的社会 对吗 互相打个招呼 怕什么呢 所以后来 这个事情对我是非常震撼 第二个更加震撼的 就是说 我过马路的时候 别忘了 那是2004年 你想回想一下 你2004年是什么状况 我过马路 我刚开始过马路 我站在那 然后有一个车呢 就离很远 就停下来了 离那个路口 还很远就停下来了 当时我在想 啥意思啊 然后跳高跳远的时候 都是有个缓冲 有个助跑 可以跳得更远 撞得更凶狠一点 所以等着我走到中间的时候 你助跑着 把我撞得更惨一点吗 当时我就是这么 这么很阴暗的想法 为啥 因为是我这个环境 我没办法呀 我们过马路不是这么过的呀 是吗 所以呢 我当时很犹豫 不敢过这个马路 那个司机呢 也很着急 不停的给我挥手 你过呀 你到底是过呢 你过还是不过呀 就我们俩就僵持在那 所以后来呢 我明白了 哦 是想让我过马路 他在过 然后我就过去了 这个事情对我很震撼 对我非常的震撼 所以呢 就说 还有一个事情 对我也很震撼的 就是说 我刚来温哥华 我还没决定移民呢 我拿着这个移民签证 我来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 哎 我在这边可以申请图书账 我就添个单子 写上我的名字 写上我的地址 他就会把图中借给我 并且拿着那个单子 马上就可以在图书馆里边 我可以拿很多书回去 我可以借回去 然后我在想 你这么信任我呀 你不会担心我不还书了吗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对我也很震撼 我然后呢 就是来到温哥华之后 然后那一年呢 就是我2004年底 其实是短灯 然后呢 就是马上就过春节了 当时决定移民 所以就回国呢 把这个计算机公司关掉 然后做了些准备 然后呢 就是2005年初 也就是说春节过后 就真正的来到了温哥华 然后来温哥华呢 然后兜里边其实就带了2000加币 当时就想 反正是闯荡社会嘛 对吧 你在北京赚了点钱 带到这儿来换成加币 其实没几个钱 然后还觉得自己兜里边 稍微有点钱 所以呢 就是最后就决定说 那我就把这个钱呢 在北京买了个房子 然后就 就是相当于是带了2000加币 然后就来温哥华了 来到温哥华呢 当天付完什么房租啊 押金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事情 兜里边最后就省200块钱了 所以呢 第二天呢 其实就开始工作 然后第一个工作呢 是给一个餐馆呢 做送货司机 然后呢 就是 后来呢 就是开这个卡车呀 然后做搬家工人呢 清洁工人呢 然后电脑工程师啊 做过很多很多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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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的工作 其实就是为了生存 如果就是 您不挑活儿 然后就是 什么活儿都可以干 不怕苦不怕累 其实这活儿挺多的 工作其实不难找 但是如果您 比方说您要挑专业工作呢 这个可能就比较难 我当时的情况 刚才也讲了 我都准备就剩200块钱了 我没什么好挑的呀 对吧 所以只要给我钱 给我工作 我就干呗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工作不是很难 然后呢 一年之后呢 就是开始有这种专业的机会工作 比方说电脑工程师啊 然后就是 但是英文呢 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读和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国内咱们都学英文 但是说和听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说 我在Bus上面 然后想告诉司机说 到了市政府 然后叫我一下 然后我下车 我这句话都说不出来 都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别人说话就更听不懂了 然后很多时候就让他们不停的重复 你能不能写下来呀 我一看就明白了 但是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 基本上就这样 但是呢 我呢 就是开始做生意之后 我基本上一年之后呢 就是在一年期间 其实第二个星期就开始登广告 做一些什么电脑维修啊 什么这个清洁啊 这些生意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一年之后呢 就真正的开始买了一辆卡车 然后呢 就开始做搬家公司 我和别的搬家公司呢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说大多数的华人搬家公司呢 他们只做华人的生意 我呢 这个地方 我呢 就是说 我虽然英文不是很好 我呢 又做华人的 又做英文的 然后做 还登英文广告 英文呢 其实就这么学起来的 英文都不会说 登了英文广告 你就得接英文电话呀 上来之后 人家第一个事 人家上来就说 问你是不是搬家公司 我第一个上来就是 喂 就这么喂一下 就把人都吓跑了 很多人 哦 run number 哦 sorry run number 直接挂掉了 后来我就琢磨 为啥呀 原来我喂着一下就把人家围跑了 人家英文讲英文的不是讲喂 人家讲 hello that's choice of moon and storage 类似这样去说话 所以呢 就是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艰辛的 但是呢 只要你爱学习 只要呢 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不怕苦 不怕累 其实生存不是问题 所以后来呢 我又开了各种各样的生意 包括什么家具店呢 什么就是物流公司啊 什么进出口公司啊 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 然后生意 其实做了很多很多 经历了非常多 所以这些呢 虽然当时 或者是现在听起来 你觉得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当时可能很心酸 但是对我来说呢 这是我的财富 我所有经历的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都是财富 这不你看 我现在就不用上了吗 我现在做business consultant 对吗 做这个生意教练 或者是生意培训 或者是说 这个叫生意咨询 商业咨询 其实就和我 之前的这些曲折的经历 这些吃过的苦 这些经历 所有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我建议您呢 就是如果您是新移民 如果呢 您在温哥华 现在有一些不如意 看看这些故事 看看我的故事 看看其他的人故事 然后呢 把您现在所有经历的 都作为一种享受 都作为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相信对您会有很大的帮助 您来加拿大之后 有过 有遭遇过什么样 被歧视这样的经历吗 遭受歧视的经历 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 然后最典型的一个呢 就是2005年 也就是我刚来的第一年 然后呢 就遭遇了这么一个事情 当时是在一个大型的超市 全世界500强的一个大型的超市 然后呢 就是我在那买东西 然后买东西呢 就是轮到我了 然后收银员说 关张了 关了 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排队 正常了 对吧 那我就去旁边那个排队了 然后我刚站在那排队 那个收银员呢 还没走呢 然后又来了一个白人的老大爷 然后就直接就去了 那个收银员很奇怪 他就开始又营业 又收那人钱了 那我觉得这不对呀 太明显了吧 哪怕你去上个厕所 对吧 哪怕你接个电话 哪怕你干点什么事 然后你说你又重新开始营业 我也能理解呀 我还站在这呢 我就眼睁睁看着你 我刚离开 就把我一个人撵走 然后来个白人老大爷 你就开始营业 这不对 感觉很像就不想给你服务 对呀 如果他是个华人 我可能也觉得说 OK 可能你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这个白人老大爷 你这不是典型的歧视我吗 所以呢 当时我就找电经理 我说这不对 然后呢 他们说没有不对的 好 那我就把他们告上了 人权法庭 然后呢 在人权法庭上呢 我就要求两个事 第一个 道歉 第二个 捐款给加拿大红十四会 一百块钱 然后寄收据给我 让我看一下 我就这么着 但是别忘了 2005年 英文也不会 磕磕巴巴的 对加拿大社会 非常的不了解 什么都不懂 然后去 去当趟 就是因为开停 我还停在当趟车 然后过了三点之后 开完停之后 回来一看 车被拖走了 车没了 我还 我还到 赔了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 什么拖车费 停车费 罚单 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我很高兴 我赢了 因为他们 按照我说的 然后捐款一百块钱 给加拿大红十四会 并且寄收据给我了 当时你要知道 我的英文状况 他们去了一堆律师 什么高管 在人权法庭上 那个正事 你想想 应该是很震撼的 对于我 这么一个新人来说 这就是我当时做的 所以我也想告诉 观众朋友 告诉您 光源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 很多种族歧视 遇到了之后 千万不要怕 一定要奋力抗争 只有你抗争 你赢了 然后让他们 认识到了错误 他们才会改 我们这个环境 才会越变越好 如果你忍气吞声 如果你就什么都忍了 就助长 他们的嚣张气焰 所以就是 一定要抗争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